我们继续去完成这个产品的详情页 现在我们要去添加一个产品的参数的试图 用一个view 上面可以加上一个spec这个类 每一个参数项目我们都可以单独地去把它放在一个 带item类的view组件里面 然后是参数的标题 这里我们可以先手工地去添加需要显示的参数的项目 以后你可以去循环地显示一组参数 这个参数的标题是二氧化碳排放 下面再添加一个view加上一个value这个类 里面先用一组text组件 包装一下这个参数的值 里面可以绑定一个entitymeta的carbon dioxide 在text组件的外面我们再添加一个单位 可每公里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参数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标题是综合燃油 具体的值就是meta下面的view 单位是升每百公里 下面再就设计一下它的样式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样式文件 放在styles的下面 名字是spec.wxss 然后在这个主样式里面再导入这个样式文件 再回到这个样式文件 添加一个spec 我可以先把它设置成flagbox display设置成flags 然后再用borderbottom去添加一个一个像素的灰色的边线 再把字号设置成24rpx 下面是每一个项目的样式 下面是每一个项目的样式 spec的item 用这个borderwrite添加一个右边线 颜色呢也是一滴一滴一滴 width宽度是100% padding那边具设置成64rpx 然后再去设置一下spec 下面的item 下面的value 下面的text 这个组件的样式 我们可以让它的这个文字大一些 fontsize设置成60rpx 再给它添加一点右边的外边距 margin right 定的值呢是8rpx 再给它添加一点右边距离